西京国宫门口 恭迎皇上回宫 朕并非交代今日回宫 你们是如何得知的 回皇上 是太子殿下安排奴才在这儿候着您的 那个臭小子又打的什么主意 大人呢 回皇上 太子殿下昨日已经率领三万大军前往东南了 你说那臭小子跑了 不错 太子殿下说 您年事已高 出了一趟远门周车劳顿的必然辛苦 他说他作为太子殿下 理应要为皇上您分忧 像这种率领大军前往东南的这种苦差事 就不劳皇上您再跑一趟了 而裴卿谦的脸 则随着太监总管的话 逐渐变得黑沉 要知道 他这一次在东南国确认了卢二的身份之后 这一路上是片刻不敢多些 就是为了能够早点回来 带着西秦国的大军前往东南国 给他闺女撑腰 给那北仓皇一点颜色看看 他现在的 这个逆子竟然把他的活儿给抢了 裴卿天越想越生气 他总觉得这个逆子是故意的 他就是想要赶在他的前头跟卢二相认 这样 在卢二的心里 他这个兄长的分量 可就比他这个亲爹的分量要重得多了 回宫后的裴卿天一直阴缠着脸 当天夜里 便把大臣们全部宣召入宫 狠狠地骂了一通 最后他还是觉得不解气 想起了那个冒充他闺女的凤英英 当下便让人去天云寺把他提出来 可听到下人说 那个凤英英竟然已经被太子殿下以冒充公主的罪名给处理了 西秦皇顿时憋着一口气 逆子 这个逆子 西秦国境内 裴华坐在马背上跟着大军一起出发 二十多年了 这么多年以来 除了父皇之外 他也一直在暗中寻找皇妹的下落 他其实比任何人都想要找到皇妹 瘟子 了 我也不可以 那以前 我讨论 那这次 这次 还好 我讨论